A7R系列已经发展到第五代,值得我们关注 我手里这台A7R5是影像的新旗舰 正好我手里还有索尼的A1 还有正在录像的S3 和今天A7R5一起 我觉得这三台机器各有所长 我更想把这三台机器放在一起聊聊我的使用感受 这期节目不敢说是A7R5的评测 因为我只是快速上手测试了一下 这台相机我自己最关注的地方 说说自己的看法 想看参数评比或者是兼比兼对比的话 请详见DXO Mark DPReview 或者是B站油管上这些技术留的阿部署 我这里边只谈主观感受和经验 希望您能够在选择相机的时候 有所参考和帮助 欢迎收看彩虹摄影生活杂志 我是大马猫文 说实话A7R5这台机器没有那么多好说的 一言以蔽之就是 它是目前索尼相机里边拍摄平面照片最好的相机 优点显示意见 缺点可能隐藏在您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先说优点吧 第一个优点就是新的多角度的反转液晶屏 差不多满足了平面摄影师视频拍摄者的之前一直诟病的缺点 平面摄影师终于可以方便的低角度竖拍照片构图了 视频摄影师也可以轻轻的手指 你先就可以低角度或者是高角度来进行拍摄 而不像以前S3一样 非得是翻出来再转一下 才能开摄拍摄这个低角度 多一个动作就很烦你知道吗 A7R5这个新机构的反转液晶屏 整个屏幕远离侧面的HDMI和Mac接口 屏幕和线就再也不用打架了 插一句 我觉得这个屏幕终于让我觉得索尼弄明白了 我说我自己的想法 大家别抬杠 索尼的S3明明是一个视频机 99%的人都是横着用 非要设计一个多次一举的侧翻屏 不是说侧翻屏自拍这事矫情了 而是说拍摄vlog的人 有多少人是属于S3 再说A1明明就是一个拍摄照片的主力机 说的是A1 但非要装一个没法竖拍的这种上线屏 我觉得S3和A1这两个机型的屏幕完全就是反了 R5我觉得算是做对了一步 起码让我有希望看到未来 所有的屏幕都应当是这样的 第二个优点就是 6100万像素 这样是新开发的AI对焦物体识别这个系统 深度学习 辨别的被摄物体的能力大概增加了 除了之前的人脸人眼鸟 还有之外呢增加了常见的拍摄题材 比如像有动物 有汽车 有飞机 还有昆虫这些新分的门类 汽车飞机不用说了 尤其是昆虫 我回忆了一下自己还真的尝试拍摄飞行中的蝴蝶 但实在是难度太大了 只能放弃最后拍这种在花树上停着的 技术的进步呢让好的想法从之前的碰运气变成了摄影师能够掌握控制的可能 立马感觉拍摄的热情又增加了 OK 这么一台像素高 又能拍8K 有42010比特 对焦系统是新的 屏幕都是新的 那既然这么先进成熟的新旗店 那就买买买呗 我觉得您先别着急下结论 咱们把Sony的现在旗舰好好想一下 它不是一个 它是仨 S3是拍摄视频的旗舰 这是我用的最熟的 熟的就像自己的脚趾头 很重要 但是谈不上喜欢 这个A1呢 是运动和连拍的旗舰 看参数拍摄视频也觉得特牛 但目前对我来说是一个临时的陪伴 这属于典型的别人家的老婆 看着就让人羡慕 但是自己拿到手呢 也觉得左手拉右手 A7R5呢 是新认识的照片的旗舰 但至于最终发展上什么关系呢 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和我自己的需求 有人那肯定会问了 那现在我到底没哪个 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先说一个自己刚刚被一个朋友问到的问题 这朋友呢是拍篮球职业比赛 他突然问我说啊 如果我现在拍摄视频使用100帧的升格 相机快步速度应当设置到帧率的两倍的倒数 也就是两百分之一秒 那是不是就可以截取一帧视频当成照片了 其实他这么一问我就明白了 肯定是那种既要又要的朋友 一台相机既能满足拍摄视频的需求 又能买到拍照照片的需求 一套镜头一台机身 解决视频和拍照两个问题 甲方爸爸不也经常这么问吗 诶 那个请你过来拍照片 顺手啊 帮我拍点视频 你看 用拍照的预算 请一个视频的摄影师 这小蒜子打的劈牙乱想 我在墨尔本都听你响了 说说话我也一直在找这种两群其美的机器 但现实是只要不是亲手试过的 理论上再美观的理想的参数 我觉得都不太可信 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 我当年是索尼S3在手拍视频 心里总想找一台能够拍摄平面 但是照片也很强的机器 这个最早A1出来大概半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薪水嘛 所以就看了油管的某科技技术大V的评测 慢慢的就笃定 我觉得A1是我的梦中情人 拍视频规格又多又全 带8K 而且后期的固件还升级了 送了一个42010比特 双原生S8V起步 电视档的是S4000 按这位科技大V说的话 就是这是他用起来最舒服的港光度的组合 确实谁没事总在那么暗的光线下拍摄呢 动不动就ISO12800起票呢 当时看了之后呢 我觉得对A1更是无比心动了 但实际上A1拿在手里 其实就和想象不太一样 这次南极摄影团 我是带了A1和A7S3 我感觉出发之前觉得A1是绝对的主意机型 整个行程二十多天 相机不离手 但是发现真正本能拿起来拍摄视频的机器 还是A7S3 只有在万不得已 只是拍飞鸟的时候才想起来用A1 不为别的就是因为S3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ISO6400和12800两档双SFSO 真的太松心了 我把这个偏真镜拧到镜头前面 基本就不拿下来了 天亮的时候呢 偏真镜可以当个半档的那镜 到传仓一样的地方呢 甚至到了晚上 偏真镜根本不用拿下来 可能有人说 哎你这话说的要过了 换个镜片能费你多大事啊 你用得着这么去渲染吗 但是你不知道在现场拍摄有多忙 你看镜片拆下来放哪 搁兜里拆包里用的时候怎么办 而且真遇上这个突发的画面 想都不用想 我基本上把S3直接拧到 12800直接拍摄 心里只有一个字就是踏实 索尼的S3就是给摄影师这种 稳稳的不错失拍摄机会的一种安全感 马索罗需求层次理论 除了活着以外 第二条就是安全感 所以呢 不用用自己对于爱好的想象 挑战摄影师的饭碗 你觉得这种安全感不重要吗 相比之下呢A1的ISO800和4000的双原生ISO呢就略显有点尴尬 你看ISO800在晴天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这个太亮了有点压不住 然后ISO4000的时候呢别看只比12800低了一档半 但真到了暗光环境或者拍摄升格的时候 镜头前面再拧开那个不可缺少的偏真镜 你总觉得ISO4000欠了一口气 总在关键的时候发现拍摄视频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不顺手 所以我给A1的评价就是 有着一流照片抓拍能力的干活的机器 但是必须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感压的上架那也能基本完成任务 它是这么一个拍摄照片的主力机 A1的连拍对焦绝对没得说 一流的水平 这鸟只要描上就必然跑不了 张张时而且连拍速度巨快 那个每秒15张20张 中间还不黑屏 怎么用怎么爽 那我们现在再说回到拍照同样强的A7R5 它的缺点其实就是这块几乎把潜力已经挖掘到头的CMOS A7R4 A7R5的像素并没有变化 A7R5的像素比A1高20% 所以在高ISO的时候彩造依然明显 以我自己的观看标准ISO800以上就觉得不舒服了 ISO372对我来说是尽可能避免使用 有人说你把6100万像素照片缩小 那噪点不就不明显了 能够缩小的是颗粒感 但是我想说的是A7R5那一片一片的彩造 我是真没有闲心把拍的照片做成缩绿图和降噪 凭什么说它彩造严重 你的参考是什么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1亿像素的中画幅和6100万像素的全画幅 理论上在像素密度上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看这两照片 哪个更容易接受 A7R5拍摄视频 双原生ISO S-Log3的时候 感光度是800起步 第二档是只有2500 中间只隔了一档半 什么叫聊胜于无 我觉得不过如此了 你让我用它拍摄视频 我觉得自己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不会用的 买一台相机既可以干照片又可以拍视频 多好的一个愿景 但是放下幻想 这是相机厂商最不想看到的 总结 我觉得A7R5一方面极大了满足拍摄照片的需求 不论是其他品牌的横比 还是它自己产品线的纵比 几乎拍摄照片的相机里面 它是顶峰的产品 另外一方面 我又觉得它是迎合市场的产物 它索尼要是不给用户8K 420这些功能 用户肯定会骂街 不买账 但是呢 即使它给了我 它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好使 完全无法替代 甚至没法接近它自己的视频产品 说一千到一万 您别买错了 索尼的相机彻底的开始了专务专用的时代 拍摄环境比较理想 能用脚架 能够打光的平面摄影师 用A7R5 稍微严酷一点的 用索尼的A1 想拍视频人 老老实实别做梦 用索尼的SR 还没想好未来做什么 又不想多花钱 想尝尝尖的 那就A7R5 好吧 就这样 这是一期好像什么都说了 但是有好像什么都没说的内容 希望您能够听懂自己所需要的部分 我是从我自己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经验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脑猫文 咱们下期 再见